好了,接下來是由淺入收的副作... 不是,辣少女... 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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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我們繼續 好了,花牌情願 今季,怎樣 真是屬於... 清新一點,這套真的比較... 用日本和歌,即是和牌那些 做主題,去講一女二男的故事 清新故事就是,但是... 那就是國女主角千祖,小時候受到一個主學生 四人仔申發 什麼申發啊? 錦谷? 錦谷山,是 錦谷山 錦谷山,他是一個花牌名人 名人的孫子,很熟花牌的 由他身上就知道花牌這件事 就喜歡花牌這件事 還有一位學生... 那花牌是什麼?你先說一下 那不是人家以為是賓儀館 昨天是花札 不是,其實一個類似的... 煩一手 煩一手 指牌也是鐵後魚那類 錦谷山,就是讀完那個指牌,然後你就搶那一隻 對,沒錯 例如我說床前明明,越高越西來搶 類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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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 可以當牌這些 我的朋友很少 口供很多 一個女的口供很多 然後他就... 無懈無錢 繼續 不如騙他什麼 沒有啊 他跟錦屋生,和泰一一組組隊 開始玩花牌比賽 結識了花牌,後來有很多事 其實他這些套是改漫畫的 我都沒有看 我都沒有看 其實他一開始第一集 已經說過女主角已經是... 入了大學 中學高中 高中 不用製作花牌 不用製作花牌 不用製作 沒有人收拾 後來遇到泰一 泰一 泰一已經沒有興趣 現在差了錦谷 但錦谷就在另一間學校 暫時還未出 他現在那個 之後就開始回憶回小時候 為什麼會接觸到這件事 這樣 其實如果你說 跟今天其他番組比 他劇情算是慢的 但問題是他不會悶 你看到有多長 第一、第二集 比花牌比賽 最初是千祖比都不認識 差一張牌 到中段比賽過程 應該說 跟花牌武器的學生比 劇情會是陳推重的 中間的描寫 那些氣氛很到位 其實應該說千祖 他本身是對花牌有興趣 類似天才那一隻 應該說 至於天才 但他只不過未發掘到 自己有這一種才能 當時 他純粹是當花牌 可能是一種 玩 但後來他接觸了 他才會覺得 這世界很奇怪 這麼有趣 而且才發覺 他原來 都有少少的天分 在這個花牌 這個活動 天分都比誰 是感激覺得他的天分 但他自己覺得到 而且最大問題 之前他一直覺得 他是跟家姐 姐姐做到女優 美少女 只是演員 就是他的夢想 但這不是他的夢想 他現在才找到自己的夢想 就是做花牌名人 不是花牌名人 男的名人 女的名字 別忘了 他還想到這個巔峰 我覺得他還未至於想到這個巔峰 不是 因為他曾經說過 日本第一 日本以外無人說花牌 如果在日本花牌 拿到第一位 他就是世界第一 他說過這句 他應該有這個 因為男的 感覆就到名人 女的就 忘了叫什麼名字 我記得 女的第一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記得了 他們兩個一起拍照 第一 他是這樣的想法 當然之後 中間過程 未必知道 就是之後 斷了小學之後 錦菊搬家 轉學走了 沒有一件事 他去了另一家名校讀 應該斷了 沒有找花牌 只剩下女主角 千祖持續繼續找花牌 到中學之後 他做花牌 他好像跟錦菊 好像還有聯絡 好像 沒有看 不是 他好像第一集 那裡應該有聯絡 好像說 他們雖然不是 已經分開了 但好像還有聯絡 感覺好像 應該也有接觸花牌 這件事 他以前是明日之後 要找他不難 因為是明人的兒子 雖然是 要找他不難 不過現在就 看看他之後 如何大家 可以重聚回來 玩 接觸花牌 或者一起組隊 去參加比賽 類似奇雲 類似奇雲 所以是不是覺得 好像在看奇雲 你見到 一點點 我覺得有點像 真的 兩個都是正態的比賽 但問題 真的很到位 圍棋 圍棋 他節奏比較慢 又比較快 你見到九屋 說那一隻字之後 就會馬上跳到下一刻 拍拍 其實他真的 流暢度不錯的動畫 我覺得是挺好的 OK的 好 這套東西 有沒有補充 沒有啦 不過我自己也會繼續看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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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